你见过这么长的手掌吗 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 难道是卡卡罗特在月圆之夜突然变身大猩猩 铁柱双手瞬间变成动物的前肢 脚掌也开始快速生长 它痛苦地跪在地上试图挣扎 身上的黑毛却越来越多 整个背部的骨头全部凸起 也就在这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铁柱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它变成了一个狼人 只见它瞳孔散开 耳朵变长 就连牙齿也符合狼牙的特征 它为什么会在月圆之夜变身呢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铁柱和好友大强到伦敦探险 两人在半晚路过一间酒吧 他们的到来让周围人都十分警惕 墙上的五芒星是狼人惧怕的封印符号 俗话说看透不说透还能做朋友 大强口无知难 问大家是不是有狼人 在场所有人都很震怒 立马将他们赶出去 二人无奈只能来到野外 外面天寒地冻 大强却意外摔了一跤 就在铁柱伸手拉他起来时 意外却发生了 突然一只怪物冲出来 开始撕咬大强 铁柱本能地丢下好友落荒而逃 可听到大强的惨叫 他又返回去 此刻好友已经被撕咬得体无完肃 怪物转头又开始攻击铁柱 眼看他们就要命丧于此 好在酒吧里的人听到动静及时赶来 这才救下铁柱 男人突然变异 双手变成狼爪 下一秒 浑身布满黑毛 瞬间就成了一只狼人 你敢信这是四十年前的特效 变身的过程让他痛苦不已 原来男人在野外被怪物袭击 危急时刻 附近的村民救下了他 怪物被打死后 竟然变成了人的模样 铁柱在医院苏醒后 身体病无异常 只是脸上留下了抓痕 无案外没想到啊 打着以后 他经常能看到死去的大强 大强保持着死时的惨状 铁柱被吓得瑟瑟发抖 出院后 铁柱仍然能时刻看到大强 原来好友被狼人所杀 只要世上还有狼人存在 他就无法投胎 铁柱已经感染了狼人病毒 大强告诫他 一定要在月圆之夜前自杀 否则伦敦将会民不聊生 铁柱天真的认为 这只是传说 到了月圆之夜 铁柱头痛男人 他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全身关节迅速生长 剧烈的疼痛 让他被受折磨 全身变异 很快就成了一只恐怖的狼人 四肢都长出了利爪 兽性侵蚀全身 他逐渐失去意识 趁着夜色袭击了附近的人类 你敢信 这是40年前的伦敦地铁 男人独自一人乘坐地铁 总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他急忙朝出口走去 慌乱中摔倒在电梯上 只见怪物缓缓上前 扑上来将他咬死 第二天 铁柱却在动物园的狼窝醒来 身边的母狼 把他当作同类 好在他及时逃走 途中还顺走了大妈的红色衣服 丝毫不在意路人的眼光 乘车回到家中 他把变身狼人的事情告诉女友 女友以为他是受了什么刺激 铁柱来到大街上找到警察 声称自己就是变身的狼人 恳求警察把他抓起来 然而并没有人相信他 为了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铁柱打算勾弯自杀 可他又怕疼 最终选择放弃 没想到大强的鬼魂再次出现 招呼他进了旁边的电影院 里面竟然都是被他咬死的受害人 他们都无法偷胎 大家都在劝铁柱赶快自杀 可他不知道的是 食物的月亮16元 铁柱再次变身 他尖烈的指甲 硬生生的从肉里冒出来 在场所有人都无一幸免 巨大的恐慌 造成附近发生交通撤库 警察触动了上百人 对他围追堵截 女友却希望用爱唤醒铁柱 可铁柱已经失去理智 就在他受限大发时 被警察当场击毙 这是一部恶趣味的喜剧 结尾很伤感 最恐怖的究竟是动物还是人类 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